我在IG上面看過一個什麼早餐店嗎 還是什麼餐廳 發號碼牌 然後他的號碼牌是明星的名字 我知道我有看過 好可惜喔 張學友 張簡婷 還會換一個口音 我當然是世界上最難等的女人啊 就是這樣的 我只是現在是T 偶爾聽一點沒癢的放空一下吧 想聽綜藝節目嗎 想聽名人專訪精彩故事嗎 歡迎光臨今晚節目聊 我們有吃性 有喜劇 也有鬧劇 搜尋姬罵九某聊 點擊資訊欄 好啦 你的節目要開始了 把聲音還給你 第一手的族心 最有藝術的奉承 語言是一種藝術 買單公家有藝術 嗨 大家好 我是賴金仙 歡迎收聽 報道有藝術 嗨 今天報道有藝術 給大家訪問的是 他是一個創作劇團 應該是我們幾台灣 這個演員 最資深的 最資深就是說 平均的年齡是76歲 還可以演戲哦 今天訪問的是 非常勇敢的 灰飛白 银法创作剧团的 创办人 欧阳培 大家都叫你 佩佩老师 佩佩老师好 你好 大家好 俊杰你好 我请问老师 这里这回的剧团 这个是怎么形成的 是我们怎么形成这个剧团 是因为说 我是碰到一个 日本的导演 叫管人直所 他带领了一群的长者演戏 做剧团 后来我就去看很多 都有做这个剧团的 长者剧团 我们台湾没有 所以我就想说 我来看看 做做看 所以我就跑去跟我的学生说 我要去做一个剧团 免费的 我来教你们 他就好啊 他就让我去一个剧点 然后给我他的学员 我们就这样一个礼拜两个小时 这样子 一堂课这样 OKOK 就这样做了差不多 上课上了半年 我就觉得他们太棒了 我说好 那我们就来表演好了 上台表演 因为你有个目的会让学习更像上级 OK 那我们就决定了 今年的12月要表演 就这样 我说既然要表演 我们就成立一个剧团吧 那我们就成立了一个灰飞白剧团 不过灰飞白非常难念 所以学员第一件事情 要学怎么念灰飞白 他们念了很久 因为他们都会 我们有没有听到 这个剧团的过程 就是我连 我这个团名 都要训练一下 陪陪老师 你自己本身的资历是什么 为什么会去接触到 像老年与续近 因为一般人 没接触到这样的议题 我是在台湾国立艺术大学的 舞蹈系毕业的 毕业完了之后 我就去日本学日本舞庸 之后后来我就进入了 日本的再读一次大学 那我读的那个大学是体育系 那那个体育系 因为我以为那体育系 里面有舞蹈科 就是分支 就是没有 我们做的是健康处境 学姐破学那些的 那我觉得也不错 刚好那时候日本 那时候二三十年 日本就刚好也正是那个 做长照最风行的时候 那我就很对 长者的健康处境很有兴趣 我就转过去了 所以我硕士呢 就改读变成健康处境 那我们全部都想任何的办法 让自己的身体健康 运动也可以 唱歌也可以 跳舞也可以 那时候我就发 我就把我的专场舞蹈放进去 因为我们发现到 失智症是一个蛮严重的事情嘛 但是你把舞蹈里面 做交叉的变化的话 可以促进脑部的 脑部的动力 是非常有效 有机会可以教你们这样 然后后来我发现很不错 就变成了一种 很有趣的艺术治疗 就舞蹈治疗 然后后来呢 我又考上了 那个民谷屋大学 医学系的博士班 所以我就进去去读的是 工位是分析 那我主要研究的 就是促进老人健康的 艺术治疗 那我本身是舞蹈 然后舞蹈里面就有演戏 那演戏之后呢 我又进入了皇家音乐院 做学员 然后就是专门去学习音乐治疗 这样子 我觉得佩佩老师 你自己的学习时间也蛮长的 有人这样说 我真的看你的资历 也说 你也很爱学习的 有人也这样说 因为我老师 因为我的那个学习的那个 学的时间加起来 有超过三十年 他说 比我的生命还长 但是很有趣 我觉得老师在后来 他等于他太修修到变成 你大学的时候 你一直维持的专业 就是舞蹈 对 你艺术治疗 还有对老人家的贯照 这方面的学习 他等于都跟他混在一起了 其实是可以混的 所以你这个专业混在一起 而且就是落实在 你现在剧场家 还有老人家 可是因为老人家七十六岁 有没有一些失智 有啊有啊 我们那一班大概从 刚开始十八个人 而且里面有三分之一 都是失智进行中 对 有有有 失智进行中 可是我也要练舞蹈 嗯 那像你又说你戏剧 所以多少台词吧 对 戏剧要有台词 入一个台词 要背台词 入一个感情 你是那个人 然后还要把演出来 你演什么会 比较好演 可以这样讲 没有 其实 那个戏剧里面有很多 戏剧治疗的 做的方式有很多 那像有一个 就是我比较常 刚刚做的 就是即兴 即兴演戏的话 就还比较好 就是由他们自己发挥 然后他们自己做 他们的创作 那是没问题的 但如果我们要上台 要表演的话 就要有一个剧本了 就必须要记台词 那能够的话 我们就简单一点 台词越短越好 然后甚至于 我们有时候表演的时候 你也可以带小抄 这样子 或者就是变成独本剧场 那因为有一种舞台剧 叫独本剧场 就是拿着那个台词 上去边讲边演的 所以在讲说 艺术治疗 那我们可不可以讲说 还是说戏剧治疗 就是说 其实这个治疗本身 在这个过程里得到疗愈 可能过程也很重要 就是更重要可能是过程 对 就是譬如说 戏剧治疗 你们刚刚讲的几经 或者是我们回忆 一个人一个故事吗 我们可以就 就是讲你的故事 给大家听 然后在你的同意之下 我们演 我们就现场演你的故事 然后由你变成第三者 来看你的故事 那有的时候呢 有人就是会把这个怨言 就是自己的不幸 都会是每个人 哪一个人 都是哪个哪个人错 就自己都没有错的感觉 但是我们藉由一人一故事 我们演给你看 然后他会去纠正 他可以变成导演 但他在纠正 对方说 没有啦 其实我婆婆也没那么凶 她也对我好的时候 或怎么样 他们就 原来其实 我还是受关心的 这就是戏剧治疗 其中的一种疗法 我觉得很有趣 戏剧不是戏剧 不是我们去看一个戏 这样回去就算了 在这个过程中 演员可能他的人生 也得到一些疗愈 我想到一件事情 戏剧治疗的特点就是 他本人在演戏 不是用看戏的 对 是戏中人 对 因为我在看这个 因为最年长的剧团 这件事 他本身是有一点冲突的 因为你有说 说商业来讲 训练人 越年轻越好 对不对 那你可以训练他 琴棋书画 可是你年纪大 你限制很多 第一个 那外材 记忆 各方面 还有什么样的脚本 比较适合他们演 所以刚刚佩佩老师 说你即兴 标演 那个还OK 可是如果说 有一个脚本 你有一个 课定的角色 那他要去打 那这块 他们能够配合吗 对 我们其实 我们这次演完 那个 在一岁节表演的 无视身份 也算是练习 练习一个 你怎么去 作为一个 故事里面的主角 演出来 那我们的剧团的名字 叫做 灰飞白影法 创作剧团 里面就有创作两个字 我们真正的目的 是希望就是 由他们创作 他们自己的故事 那演员 虽然是很老 记忆力不好 但是他的人生经验 是比别人多 很多 而且他们看法 都是很客观的去看 而且他们的经历多 所以那个 冲突也会很多 会形成很多 很好的剧本 我们预定下一个剧本 下一个次演出 就是大家的想法 大家的经验 大家一起来 创作一个剧本 那这样子 他们在对白上面 就会用自己的口文 去讲话 可能就不会有 那么大的困难 我觉得老师用心良苦 这几乎是量身定做 对对对 有可以这么说 每个人有自己的故事 有自己的想法 而且也多回 经历很多 这些东西 染染 常常就是一个脚本 那最好就是 你演自己 这个就 不会差太多 可是像是叫做 灰飞白 灰色灰 然后是非 灰色不是白色 是这个意思吗 是的 因为白色 大部分都是指老人 那老人 只要你头发白 大家都会浪位给你 或者是你跟他讲什么 他会说你不懂 就会白好像已经 把他的 把一个人的地位 放成在快要进入 人生终点 或者是他已经被社会 有一点点的那种感觉 而且好像认为 没有冲力了 没有什么 然后 但是我们的心 根本都还没有冷 就像我们头发 还没有完全白一样 我可以蓝发 或怎么样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是老 但我们的心不老 对 所以我们的头发 不是白 是灰 所以灰非白 就是我的用意 你看到绝对的白发 自认为是老人也好 有时候现在老人 定义很多种 可前面这一段 是很可以合理应用的 可以做很多事情 对 我们不会让现实低头 我们可以继续往前冲 而且我们也希望 打破一些人 对于白发人的那种 误解吧 或者是没有看到 他们好的另外一面 其实他们非常的有智慧 我就是带他们 那个戏剧治疗 跟其他的音乐治疗 舞蹈治疗 还有画画 就是艺术治疗 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戏剧治疗 你必须要用讲的 你一定要讲出你的感受 你的台词 还有不管是假的 还有你要演出来 对 然后刚开始 当他们坏修 可是到最后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他们的 其实他们的思维 非常的细腻 后来他们讲出来的 他们没有非常漂亮的字眼 但是他们讲的非常的 就是长到中心点 而且他们后来 慢慢都好会演 我都发现很棒很棒 老师你刚刚有讲到一个 keyword 就是说 刚开始会害羞 我觉得很多老人家 好像有的待在家里 有的好像 一开始会不好意思 害羞好像是一个问题 是不是 是是是 因为好 究竟我们台湾 我们的民族文化 都是受儒家思想 从小我们要中规中矩 不够言笑 要斯文 要教养 或怎么样 但而且 你要把你的心里话 讲出来 真的是很难 更别说 要把演出来 所以大家对于演戏 这两个字 都认为是戏子 就是演戏来娱乐 别人的那种 所以他们 叫他们演戏 他们会觉得有点 破坏形象 年轻人有偶包 老人也有偶包 有至尊包 所以我们刚开始在演的时候 真的花了很多时间 那因为是戏剧治疗 所以 所以一开始 我没有让他们 立刻就把心挖出来 因为他不会 愿意这么简单 所以我们就一直玩游戏 玩戏剧游戏 刺激他 让他动脑 让他创造 还有就是产生信任 当他信任你的时候 他就敢在你面前 哈哈笑 你知道我们进团要发誓 发誓 发誓不把我们这里面 所表 大家讲 别人讲的 谁讲的 去告诉第三个人 不准 所以大家就会有种信赖感 我在这边很难看 会怎么样 都没有关系 我们就停在这个空间 这样 那很好 这有一点团聊的感觉 就团体 大家做会 所以你很糗 但是没人跟你讲出去 对对 没人跟你讲 后来大家也在掌声之下 就是不管你演好的坏 什么 我们都会给你鼓掌拍手 然后慢慢他越来越有自信了 然后慢慢就是开始 大家就变成人来风了 越来越会演 我只举例一 他们可以演到三这样 而且到时候变得很皮 导演会就受不了 你们太皮了 惊一下 我们现在讲到的是 舞蹈治疗 艺术治疗 其实最重要是 可以让他参与 放松 然后那个过程 老师我们刚刚有提到说 你有一个概念 因为你当时本也住了很久 你自己也是学舞蹈 你也是学艺术治疗 所以你有看老人 跟戏剧 那有一个剧团 然后有一位 有一个导演 和这个 坚源之术 那你是怎么看得到 觉得长照跟戏剧 可以结合 我们刚刚讨论是说 你已经开始做了 可是那是日本 那当时看是日本嘛 来到台湾 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 对 在日本的话是 他们非常尊重老人 老人的思想 当成智慧 也非常照顾长者 那他在日本人 办戏剧的时候 我满惊讶 不过他有些话 都令我感到很棒 他办的这个剧团呢 就是他们这个 他们是最红的那个演员 他今年已经98岁了 98岁 对 他是好像80几岁 进入他们的剧团 然后很皮 很疯 然后一直说 他要当那个 最有名的明星 所以他演到现在 98岁还在演 那个导演 他本来是一个演员 为了要生活 他就去当居服员 就是那个照顾老人 在那个养护中心这样 所以他发现 我们可以把戏剧带进老人 他就演戏 给那些老人看 他们就哈哈笑 他就把想法带进去 所以他就创办了一个剧团 叫做老语戏剧 在日本 对 对 那二年一是创办的 然后主演者是 我们刚刚说的 98岁是 钢田忠夫 很可爱 我也看过他演的 那他的 他们整个剧团就是说 将戏剧的智慧 带入养老领域 然后再将养老的深度 带入戏剧领域 就是把他联统 我觉得他那个理念非常好 所以我就想说 我要在台湾 也创办一个 我觉得这个理念很好 那从照顾老人家 你没有得到的灵感 说原来首领人口 你也能去演戏啊 而且还真的是 这样创办了一个剧团 对 对 他里面就演一些 反诗诗 就是他在台上演望词 诗诗 可是 转过来他又很理智 所以完全让人家说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他到底是真的 诗字还是忘词 所以我就把这一招 这一个很漂亮的技巧 用在我们这次 台北艺术节的表演 当然我们演完了之后 也是很多观众都问我们 他们忘词是真的还假的 很有意思 很有趣 对 我觉得诗字 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刻板印象 那当他演出的时候 我觉得把这个议题 戏剧化就有差别 我看完我有一个很深的 一直想要理解说 到底是真的忘记 还是这是演出一部分 对 因为我们要在一岁节表演的时候 我们要表演什么 当然我的伟大的理想就是 我们要演个莎士比亚的剧 无事生非 有这样想 但是后来刚刚排戏之后 他们当时都背不下去 而且他们一直在诗字进行中 一个剧排了四次 他们都说他们没排过 就像我妈看到我 我就说她十几年没看过我 我上个礼拜才去看她 就是变成这种状况 后来我就在想说 好 这样好了 我们上台表演 就直接表演 我们在排列无事生非的样子 地方也站错了 位置也站错 站错还觉得理所当然 所以我就在舞台上面 我舞台上面我就是演导演 我就跑过去 把她拖过来 一拖观众就笑 然后台词忘掉了 然后忘掉了 然后就发呆 然后我就要拿台词 在他后面说 她说什么 他们就想起来了 然后就讲讲 或者是他们后来 就把小超写在手上 然后在台上演戏演一半 就忘词 观众都在看 我说你又忘词 你不写在手上吗 他就很高兴说 对啊 然后他就看她的手 又翻过来看 又左右 看她过去的手 是哪一句 我们就 观众又笑得不得了 那有时候还有就是 台词 真的想不起来 然后一直拿着扇子 一直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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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主角 我说台词 我说你忘词了 观众就开始在笑 然后就有人就指他口袋 那我就从他口袋 挑出他的小超 说 你有小超啊 算了啦 你就照小超念好了 他就 就很高兴的我一下 他就把那小超拿起来看 看一下就说 导演不是这张 里面就很多笑话 还有人还没有退会 就已经走出去 我要进去把他拖出来 就这样拖拖拖 拖出来这样 或者是忘了出场 我就敲一下这个木啊 出场 赶快走出场 可是都是小小地方 可是只要一出错 观众就开始笑 这蛮有意思的 后来我们有完之后 他们观众才问我说 你们他们真的是忘词 或走错位是 是真的来假的 还是效果 对 对对 还是效果 还是梗 我说他们自己发明的梗 我刚才查一下 其实这个无视身份 以上是比 但是它本来就是一个喜剧 这是很受欢迎的喜剧 那因为呢 显然我们剧团演出的是 比较 记得没的版本 记不太住的版本 所以这个创办人 自己还要跑上去做导演 因为顺便也可以 瞧一下大家的走位 集体词 让你在假扮的行程 出现或是消失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 像我们针对 有时候面对失智 因为我以前 我祖母中风18年 他就失智的很严重 我觉得大部分面对失智 就是也有点悲情 很难过 因为这个 他的家人 照顾者 这个家人 你等于好像拥有他 又好像失去他 因为你忘记你了 那你也会认为 他什么事 大概都没办法做了 对 尤其他的幻想 天天要跟他演戏 对 可是我觉得 用另外一种方式 去面对 慢慢的在失去的过程 他还是 还是在一个生活 还可以享用 很多事情的过程 对对 主要是怎么样 失智这种东西 就是每个人 一定都会得 只是早晚问题 还有发生之后的快慢 那而且现在能够 医治 那个失智症 有效的方式 患者里面 10%才有可能 被拯救到 复原 那其他的话 就直接走路 最后 然后尤其失智症 越严重的时候 那幻想症 出来的时候 是非常可怕 就是一年到晚都幻想 整个他的 他的整个时间 空间都搞坏了 然后最难过 就是家人 就是陪伴他 都要对付他 那我们在日本 就是研究 我们如何去 延缓失智 这是最重要 而且是用 非侵入方式 就是我们不用药物 不用雷射 什么那些的 然后后来找到了 有很多运动 就可以延缓 然后后来发现到 艺术 所以日本非常推行的 艺术治疗 就在这边 他可以延缓失智症 是现在长照里面 非常重要的 一环 因为失智会的人 会越来越多 会造成更多的人 必须要去照顾他 人力缺乏之下 这些失智患者 一定发生很多事情 而且当照顾者 照顾不来的时候 家庭悲剧 会造成很多的社会问题 没有错 所以现在最好的 就是预防失智 然后像我们做 艺术治疗之后 我也曾经下去教过 培训失智 什么什么时候 我发现到 蓄积治疗最好 那你不当然 不让你恶化 还会让你进步 就后来呢 我们就看看 我们的演员 就是我带他们 一年之后 发现到他们口齿 变得很清楚 而且一件事情 他会反映给你听 而且说在 记台词比以前 记得快 记得快很多 比第一次记得快很多 而且还有就是表情 他们会自己去演 还不用我演 还有一个就是 有一个他台词 一直都背不清楚 因为他很皮 他老婆说 他只有在上课的前一 前三十分钟 才打开剧本 背台词 那他是皮的 不背 不是诗字 OK 但是他上台 虽然台词 通通不对 但是意境全部都到 所以我们就让他 持有发挥 很棒 我觉得老师分享 很有趣 就是 你没有表演进 剪到你表演了 那因为一排戏 像这样子 要准备多久 例如说你一岁 一岁姐在八月这档戏 要准备多久 我们大概在三四月 就开始定剧本 差不多一二月 就idea要出来 然后三四月定剧本 然后五月就开始 分配角色 背台词 分配角色 背台词 然后就开始 不断的排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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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 然后前面那段时间 就是发挥他们的创作力 还有培养那个凝聚力 这样子 所以一部戏 至少需要半年期间 需要需要 你看 一些四度的压力和触味 会进步 整个辈子会进步 所以老师说 在下一部戏 大家都背得更好 表情更丰富 我相信他们会 他们进步很多 真的真的 像之前有个严牧师的 他真的就是 亲爱的上帝 我们感谢你的 现在都不会 亲爱的上帝 感谢你那种表情 口气都改变了 而且也不用我再点他很多 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拍戏也节省了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后面就越排越快 越排越快 到最后我们上台表演的时候 就自己发挥了 非常好 老师你刚刚讲一个 说一般一公围 一定是亲爱的上帝 可是到了剧场的表演 因为你要大众 那个痛调会改变 对不对 他一方面是 应该会更紧张 一般一般他可能 亲爱的上帝 没有练得很熟 到台上变成亲爱 紧张 但是因为他越来越熟 越来越熟了 所以他上去的时候 也许有可能观众给他感觉 那我们觉得这次蛮好 就是我的这次的表演 是用开放式的演出 开放式演出就是 我是把我们在上课的状况 从终身当开始 我进来 学生进来 软身运动 什么 观众全部跟我们一起做 还有我们的戏剧练习 我们中国社里面的人 他们就上台来 跟我们一块练习 然后一样告白时间 也一块跟我们告白 感动感人都上来 所以观众给他们的 给我们这次的演员 会有一种安全感 会有一种支持感 他们不会怕 如果说我们有做开放型的 那演员都在下面静静的看 然后就是观众面是暗的 然后这边是亮的 然后我们看下去 就是看到一张很模糊的脸 对不对 可是每个人都没表情 也没有动 那时候就是压力 我在想他们一定会错乱 一定会很紧张 那这次我们一开始 就打开那个墙 一开始观众就 全部人在下面 跟我们做运动 超好笑 我都看到满场的 跟我们举手 跟我们这样子 还有人站起来 跟我们摇啊什么那些 那时候演员就放松很多 这就是我后来想的就这样 而且我这次做的是跨领域 就是用梁山伯住音台 跟那个无视声飞 这叫做中西跨领域 我们两步一块演 这后半段 两步一起演 这边唱黄迷跳 那边在讲那个舞台剧 然后呢 我又用现场音乐 叫做跨领域 我请音乐师在现场演 就是伴奏 对 然后人家跳错了就 很紧张就 做运动的时候 就帮我们打接拍 那最好笑的是 他是主修骨针 最后我们一直舞 无视声飞 最后是化妆舞会 那我们就让他们穿那个舞 我就跟音乐老师说 我要华尔兹的接拍 他真的用骨针 用骨针弹华尔兹 好好听啊 就是非常大的突破 我听得出来老师 为了这些 就是比较资深的演员们 很资深 然后他们又很认真 但是我们又希望 音乐师在最好的状况下 来演出 那这种最好的状况 不是什么灯光是好啊 音色家而已 他可能是有 很定位观众 让他有安全感 有知识感 有知识感 做同样的事情 很少听到说 我今天拍一个剧 我要连 连来看的人 都拍起来 对 而且进来的 不是买票了吗 不是坐着看就好吗 那做了很多陪伴的工作 我想这个就是 我们在讲说 艺术治疗里面 其实治疗本身 他的贡献度是很高的 可能跟我们想艺术 他是一个互相支持 老师那你接下来 你要带着你的资深演员 要做什么事情 其实我有一个 就是我刚刚有讲 就是说 我有个理想 就是我很想让他们 创作他们自己的故事 他们的经历 然后把那故事 结合成一起 然后要把它 补成一个故事 我已经想好了 一个桥梁 就是大家相遇的 住着一个地方 然后一个社区 或怎么样 大家在讲 然后让他们去 创作他们故事 都已经都想得蛮好的 但是遇到了一些事情 就是你知道 做个剧团很难 他一定要后面 要有个支持者 然后就是在 我们要表演 一学节要表演 前两个月 支持这个剧团的机构 因为有一些状况 他们就是没有再做了 所以我们支持 通通都没了 就还好有 新人士 帮我们租了两个月的场地 让我们把它排完 演完 但是演完之后 我们这个剧团 就暂时解散 对 但现在我是拼命的 到处找支持者 我们的意思就是 我们希望有人支持 一个捐献也可以 或者是最好的就是 你来支持我们剧团 你来当我们的团长 都可以 或者是我们的团 代表你们的名义 去做些宣传都可以 如果你找到 这么大的支持者的话 我在想 我们剧团 应该可以走得下去 我一直在努力 我还在努力 好 今天很谢谢 我觉得葵葵老师的热情 我想我觉得是让很多长辈 会动起来的原因 那也祝福你一切顺利 谢谢你 谢谢你 索业接得 谢谢 谢谢金钱 谢谢大家 最精彩的利用 在Spotify Google Podcast 还有Apple Podcast 都听得到